寒冬之祭 慈祭在福建南境东令发放 今年进入第六年 多年来关怀相亲的善行 受到当地慈善总会的肯定 今年特别动员政府人力前往协助 而曾经接受过慈祭帮助的村民 也前来当志工 不想错过为自己相亲付出的机会 一月的福建南境虽然艳阳高照 但山城镇上的气温却只有五六度 慈祭志工第六年在这里举办冬令发放 要帮助1542户困难家庭度过寒冬 感恩 感恩我们慈祭人 感恩我们台湾慈祭 发放现场上除了慈祭志工 当地政府单位也动员人力支援 就连放假的中学师生也都参与志工行列 今天这样子发放下来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不会啊 挺好的 对啊 做公益活动挺好的 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 然后以后要多多的帮助别人 做更多的善事 长大以后我觉得我也要做一些 有益于社会的事 同样参与服务相亲的 还有一检区的美法师团队 今天店里也特别忙 那特别抽出几个来这边 帮这些相亲剪头发 真的谢谢他这么好 为我们这些弱势情敌服务 很感谢你们这些爱心人士 满满的物资 全都是乡亲们过冬的所需 这份温暖也将陪伴他们过个好年 达爱新闻 这扇美之工 黄慧芳 陈建华 福建报导